You're my friend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歡迎大家繼續回來我的頻道 走 吃 打電 呀~~ 誰是哈根大師不? 哈根大師口味大瓶餅 事情是這樣子的 因為你在上上禮拜去Costco 然後你跟我說 五桶多少錢? 九九九 等於說一桶 哈根大師要兩百塊 對 很便宜耶 超爆便宜的 我目前看過最多會的啦 因為它是這種中杯的 對 然後我上個禮拜又去 嗯哼 然後我就路過嘛 他就說 喔哈根大師五杯九九九喔 還有八天 我說還有多久 他說還有半天到今天晚上就沒了 我說好不要五桶 哈哈哈哈 欸這就很容易被那個現實優惠吸引的人 沒錯 他其實總共有八個口味 然後八選五這樣 等於說我們兩個買起來 基本上那八個口味全部都有買到 是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今天我們來拍一下 哈根大師口味的大評比 我們實測一下這個口味好不好吃 其實就是吃給你們看啦 沒錯 讓你們有一個依據 雖然說你們也買不到的優惠了 不夠 而且它裡面還有新口味 但我忘記是哪一個 話不多說我們直接試吃第一個口味 Dark Chocolate Ganache & Almond 黑巧克力甘納曲 脆杏仁冰淇 而且這種巧克力其實我最怕吃到的就是太甜 不會 我跟你講他們家的巧克力就是高級 保全了最怕應該沒有你的部分 好好吃喔 茶鹽 那是我的 喔就是這個味道 欸這個口味你有選 對因為它有巧克力的味道 然後重點是它沒有太甜 然後裡面的杏仁 脆片非常的多 這個口味其實是我第一個選擇的口味 因為不會錯 非常濃 那第一個就是 甘納曲巧克力 哎唷喂 欸 OK 現在來到我們第二種 嗯哼 第二個口味其實 欸以我在美國這麼久 但是我居然沒吃過這個口味 怎麼可能 真的 其實我跟你們說美國的 哈根大使的口味 跟台灣哈根大使的口味 其實選擇非常不一樣 嗯 而且美國還有什麼開心國口味 還有一些類似什麼 Sorbet Sorbet的那種口味 這是什麼 藍色的 不翻譯跟我說藍色 藍色是Blue 這個口味我沒有吃過 Peanut Butter Crunch 其實就是花生醬 濃脆花生醬口味 然後裡面有顆粒 就是因為我媽沒有去 然後我媽很喜歡吃 花生系列的產品 你知道嗎 的獎輩嘛 然後我還問那個人說 這個花生 那有果粒嗎 我還被他嗆 他說沒有果粒有顆粒 怎樣啦怎樣 如果哈根大使的 花生醬冰淇淋太淺太膩的話 我還是會用力的judge 我不會因為它是哈根大使 我就偏袒它 Let's go 這一個應該是好吃的 因為花生醬我很少吃 這算是我媽吃的 我媽很少吃冰的 老人家不是老人家 Oh my god 你大媽是他 是他喔 不過我聞了一下 它的花生味非常的濃郁 有點像那種幾筆花生醬的那種感覺 對 對不對 不可能吧 好吃喔 要不要跟哈根大使道歉 剛剛還想嗆人家 隨便吧 我現在嚇到了 好大塊 整顆的那種耶 喔 它抹開 它是有花生醬 然後就會 扛在你的牙齒裡面 口齒流香耶 其實我覺得花生醬 比較驚豔我 它的口感層次其實是有堆疊的 你一吃下去就是 花生冰淇淋的感覺 對 再來是咬到花生顆粒 對 最後突然衝進來 因為那個乳的部分會先乳化 然後花生醬會留在原地 就衝進來了 對 哇這真的是花生三重咒耶 欸差不多是個意思耶 對啊這個阿貝師傅都可能會覺得很驚豔喔 阿貝是誰 阿貝師傅小當家的媽媽 謝謝 下面一位 這個真的也是我第一次吃喔 這什麼 夏威夷果人 Mapademia Nut 喔 欸這個我有買 你有買嗎 我有 我是買給我媽吃的 我本身很喜歡吃夏威夷果 但它很貴耶 所以如果你去buffet的時候 有趕快盡量吃 我媽教我的 哈哈哈哈 看裡面爆料 喔總算有一個完整的樣貌 對這個是我的 對 不過很明顯可以看到它表面 其實就很多果人要穿出 又是顆粒 超多 怎麼樣 很有趣的口味 interesting 不可能這樣子吃吧 你看 我把它的外皮 吞去 哈哈哈哈 但不得不說它是不是其實 就沒有那麼爽 對 它的口味肥胖因素不夠高 沒有那種快樂的味道 它其實比較像 Vanilla Ice Cream Wood Macadamia Nut 它其實不會撞出什麼特別的味道 但如果你想要吃一種 順順的口感 安全 下面一位 這是我的嗎 對 欸這超好吃 你請念這邊 我不要 好用 Cappuccino 它是 Salted Terramel Cappuccino 好 它是 鹽 鹽 對 中文 粵文 障礙 因為它也 鹽鹽 鹽鹽焦糖卡布奇諾 鹽鹽 我那一週 去好市多的時候 店員特別推薦的款 欸我好像也有選到這一款 我是買回來都才吃 發現店員真的是 好棒棒 我很怕吃到Carramel的東西 對 焦糖很膩 然後我還問他說 阿會不會很甜 對 我也一模一樣對不對 沒錯 然後你知道店員跟我說嗎 可是很爽 你看已經被我吃成這樣 你先吃 這個很好吃 而且因為我是一個很愛喝咖啡的人 所以咖啡的基底剛剛好 我通常都會避開焦糖那一道 哇 說不說話好吃 跟我想的一樣就是 它沒辦法把我吃半桶的那一種 我必須說吃兩口它很爽 可是吃一整齊我會覺得 欸 不會欸我跟你講 你再多吃兩口 你知道為什麼你不會覺得太甜嗎 你全部避開焦糖 我通常都會避開焦糖那一道 它的咖啡味很重 這絕對有在我的前三名 下面為 第五種 你一定吃過 因為這個東西在麻辣鍋店一定會有啊 這個口味 喔 OK它就叫做Cookies and Cream 但是它就給你一個Oreal的照片 試吃 你要吃嗎 香草的地方很多 然後我覺得它香草其實很甜 所以其實就是你想像的到的味道 這目前裡面它就是拍最後一個 它跟夏威夷國我可能會稍微抉擇一下啦 就看心情 失戀的適合吃哪一種 巧克力 巧克力 2021年度雨露 失戀的人適合吃巧克力冰淇淋 沒錯 OK現在來到我們第六位 我個人是最期待它的每一種 你一定很喜歡吃一些水果口味的東西 沒錯我覺得吃冰就是要吃水果口味的 蛤 酸啊 其實是Mango and Cream 記得美國就叫Mango 然後 它有果粒嗎 好像有欸你看 欸好像蒸蛋 芒果 芒果丁 蠻多的欸 好吃欸 嗯 這個萬一你給我一部電影的話 它可能會見你 我不會 因為我喜歡吃水果 水果本果 對 然後水果本人的味道都會比較重 芒果它就會很確切是芒果的味道 沒錯 所以我不太喜歡吃水果口味的東西 因為通常水果味都不會那麼明顯 它變成它的乳味非常明顯 所以對我來說有一點膩啦 但是就變成說你膩 你膩 你膩 你之間可以有一點果香酸味 是蠻好吃的 這就是芒果喔 嗯 什麼味 OK 第七樣 Belgian Chocolate and Hazelnut 巧克力 真果 聽起來很safe的一個口味 所以沒有桃子喔 它畫的是真果啦 你剛剛跟我說它畫一個桃子 不覺得它很像桃 這是不是桃子喔 我就問那麼一句 它就遇到勁敵了 因為我們本來的那個巧克力超爆牆 我已經知道我會選誰了 是因為我本來就喜歡吃趴薯比較高的巧克力 你說dark chocolate 對 那你比較喜歡dark night嗎 這個就是我說的 巧克力牛奶 欸可是蠻好吃的啊 因為它酸果非常多欸 對 我想起來這是很像什麼 它很像健達冰分樂的冰淇淋黑巧克力版 就金沙這種的 可是我必須說還是 上一個黑巧克力贏 我也這樣覺得啊 嗯 你看它的巧克力是50% 剛剛那個是72% 這是我們的第七位 嗯 我還沒做好 我故意的 它分開吃我吃過 它合在一起吃我沒吃過 我是創者它是抹茶我才買 美國的大超市 超級難買到抹茶 來裡面它長這樣 重點是它裡面居然是旋風式欸 好中文的冰喔 那我就各吃一點好了 你們看它的抹茶裡面喔 其實是有巧克力碎片 什麼意思啊 很難吃喔 什麼意思 它為什麼要這樣 我不喜歡 因為抹茶口味 很難跟別的東西融合 它沒有辦法做融合變成一個口味 它必須放兩個這樣子 你只要含進去抹茶比較多 你就一直抹好抹 立馬巧克力就會送出來 這樣就很錯亂 然後你吃巧克力吃一吃 又有一絲的抹茶 就是它們沒有那種水乳交融的感覺 對 它就是你吃巧克力抹茶一起送進去 就這個口味等於各買半桶 對 湊在一起的感覺 我很生氣 大家看得出來會很生氣嗎 等於說你想吃抹茶 又有一吃巧克力強行進入 對 它們兩個個別都太有個性了 它們不適合 請你們分手 原地分手 對 終於今天幫大家品出一個雷 幹真的耶 巧克力真的很可憐 碰到綠茶 綠茶 幹它的品名這麼抹擦 巧克力 然後很特別 幹才大雷 BANG BANG 所以最後一個品項 我是NONO 好那以上 這就是我們吃的八種口味 今天請你選出一個 嗯哼 你的代表口味 一個而已嗎 對 那不然前兩名 其實12%的巧克力跟 Cappuccino 我現在打嗝都還是Cappuccino的香味 我的話是 72%的巧克力 跟 可能又熱當吧 夏威夷豆 其實花生跟caramel的那個 它們都很好吃 沒錯 但是我覺得吃一兩口就挺 膩會膩 對你來說夏威夷果那個口味 不是會膩的 它就是君子之交蛋乳水的那種意思 類似的感覺 那我們的雷大家也知道了 那其他口味就是很safe 好那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好不好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 hit the likes 然後 comment down below 讓我知道你們最喜歡什麼口味 還有你們最好奇什麼口味 好奇 對留言給我們 OK那我們下次見 Bye